28日,吴彦祖发文悼念曾江,在我父亲去世一个多月后,我听到我的第一个银幕父亲,中国香港电影传奇人物曾江先生去世的消息。 我感到很难过,知名演员曾江突传死讯,一双娇娇在沉默了一天后,首度对外发声,表达第二度丧夫的心情。 她坦言丧夫后,自己的血压飙升,还吃了一些胃药,不过她承诺一定会挺过去,只是需要一点时间,人生的悲欢离合是常态,应该面对接受。 听得出来,娇娇目前仍很伤心,但她没有丧志,事实上,娇娇也是一名演员。 她的第一任丈夫黄宗迅赴港拍戏期间,不幸遇上车祸去世,彼时的曾江,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,但她对爱情仍有憧憬。 认识娇娇后,她被对方深深吸引,两人于1994年携手走进婚姻,结婚28年一直恩爱有加。 傻瓜怎么可以有这么理想的一个天使,我真是,我真的,我没听错吧,我真的接受,我真的,我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这么幸福,真的,我不知道我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婆,我真的。